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次大运会备受全球瞩目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青年运动员参与竞技 赛会组织委员会在筹备构成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提供了世界一流的场馆设施和专业的比赛管理 为运动员们营造了最佳的竞技环境 参赛的各国代表团也对成都大运会的热情款待和周到安排赞不绝口 运动员们纷纷对赛会的组织和安排给予了高度评价 甚至有人将其与奥运会相提并论 我将会参与优雷运开封面的群运动员 所以在军致上 我将分属于带区专业的比赛会议 专业的账区专业的账会 也有很高興的 也有很多的桌子 也有很多的桌子 有很多桌子 有很多桌子 有6000桌子 有155州人 有多了 我认为 神祖堂 有多了 有多了 我认为 我非常感兴奋 有機會,可以帮助到一集合作的一集 每次都在一 nossa生命 是同一生命的球場所在 這輛世界的球場 是非常好結合 我们看到了一集合作大森 是有一枪球海洋的领域 在联系链上有很高興的球场 而是我们的优优独 出雲村的一定注意力 这意识我们的思想 那个是新潟 在新潟的东西 我们是在新潟的 在全世界在军业的 中文学生活 Warning 很独特的 是在我们有一个 迁谈的 中文学世界 这意识我们在这 viewed 中国的核 że 成都大运会不仅是一场竞技盛宴 更是各国青年运动员展现实力 交流互健的平台 多个项目的比赛精彩分成 创造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忘怀的瞬间 这场运动盛会 不仅为青年运动员们提供了锻炼和交流的机会 也向全球传递出积极向上的青春力量 鱿鱼园材料等生产成本增加 1100多种日本食品将提价 据统计 本月共有1102种食品价格上涨 其中调味品是涨价最多的主要食品类别 包括芝麻酱 蚝油和料酒在内的400多种产品的价格 上涨了10%至20% 此外 日本一些主要乳制品生产商 也从周二开始提高了牛奶和其他乳制品的价格 超过260种乳制品提价 最高涨幅接近20% 据当地媒体报道 日本的食糖批发价格 最近涨至42年来的最高水平 糖和乳制品价格的上涨 也推高了夏季需求量很大的冷饮和甜点的价格 日本一些分析人士指出 导致日本通货膨胀的基本因素依然存在 因此食品价格的大规模上涨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台风卡农给菲律宾带来了更多的降雨 使这个仍在遭受台风杜苏瑞影响的国家洪灾进一步恶化 杜苏瑞台风造成十多人死亡 一百多万人受灾 热带气旋卡农于周日傍晚发展成台风 当地气象局称 周一零零前 台风卡农在菲律宾海上移动时进一步加强 它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50公里 阵风可达每小时185公里 虽然它远离菲律宾陆地 但却增强了西南季风 并在吕宋岛和米沙烟群岛西部 引发了呕发性季风雨 在布拉干省首辅马洛洛斯的卡特蒙村 居民们仍在努力从台风杜苏瑞的余波中恢复过来 台风卡农带来的季风雨威胁 使洪水水位升高 导致河流泛滥 房屋被淹 许多房屋被淹至胸口深 布拉干省救灾机构称 该省12个市的95个村庄受到洪水影响 农业受损 约14000人流离失所 除布拉干省外 菲律宾北部的卡加盐省 北伊罗哥斯省 巴丹省和邦板牙省等多个省份 也报告了严重的洪灾 农业受损 数百个家庭流离失所 今年夏天 极端高温袭击了北非 野火在马格里布地区蔓延 阿尔及利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在所有北非国家中 阿尔及利亚受极端天气影响最为严重 在过去两年里 阿尔及利亚因野火损失了15万公顷林地 今年夏天 这一现象扩大到16个州 就4个地区同时起火 阿尔及利亚环保人士巴斯马·比勒比加维说 这些火灾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 使气候变化 阿尔及利亚当局迅速应对了 这一不断上升的危险 制定了应对大火的国家计划 使其能够有效地应对这一现象 但政府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今年至少有35名阿尔及利亚人死于野火 1500人流离失所 今年地中海沿岸至少有9个国家报告发生了野火 其中包括图尼斯和摩洛哥 比勒比加维建议开展区域合作 共同应对自然灾害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